昨日我們講到 賢慶唱的首悲悲切切的《減字木蘭花》 這首曲聽到宋輝宗的那種好精緻 就問他究竟有什麼心事 要唱這麽悲傷的歌曲 賢慶就跪在地下 將自己一早想好的那番話 講給宋輝宗聽 說自己呢 當年流落江湖 接過在山東 和人家做小買賣的時候 路過梁山坊 被人家抓去入伙 一直在梁山坊住了三年 這樣才逃脫 回到京城和李思思相聚 但是雖然見到一個好姐姐 自己都不敢白在京城去臨戀走動 怕被人認得他是梁山坊的人 當然會抓他去官府治罪 到時候就不知怎解釋好了 這樣你指指在旁邊即時幫嘔 對了 我的兄弟 你都看到的 一表人才 其實你說呢 在京城裏面要賺錢 多麼容易才可以 但就因為有這頭心事 被小買賣也不敢做 是讀書也不敢讀 下廢下 你真的要幫一下他才好 哎呀 這些真是小事 這樣也容易 你出去跟人說 你是你行手的兄弟 誰敢逗你 天青就說 我姐姐現在這麼大的明星 我怎麼敢 隨便麻煩他 然後一邊 一邊就偷偷地向李思思看的眼色 李思思一看就明白了 他繼續向宋斌中嘗叫 嗯 陛下 你這樣真是笑話我 唐唐大宋 是講求律法的嘛 如果啊 個個都認為 是跟我有親有戚 官府不抓他 那就真是天下大亂 嗯 而且我裡面有這麼大的明星啊 我這個兄弟的事 還是要官家你幫幫忙 這樣呢 他才得安心 我亦都算是安朗 唉 都可以說 向父母告一聲 自己都有幫這個兄弟啦 嗯 嗯 這樣啊 那你 你想我怎麼幫他好呢 我想陛下 你親自寫一封寫書 寫免了我兄弟的罪果 這樣他才放心的 這樣啊 嗯 要寫一封寫免的詔書 這樣都不是這麼難 只不過 我現在呢 有沒有 愈不愈默在書 這樣怎麼寫得呢 李詩詩就說 哎呀 你親不寫的御書 哎呀 給什麼天寶天符啊 還要珍貴啦 我兄弟叫拿著這封御書 這樣 豈不是帶多個護身符 起身 如果真是有人欺負他 他都可以拿出來養一養嘛 嗯 陛下 你就幫一下人啊 好不好呢 宋徽宗就沒辦法 叫人拿紙筆過來 然後 在旁邊呢 那些丫鬟仔 早就準備了文房四寶 院長就親自幫宋徽宗磨蜜 李詩詩就親自替宋徽宗鎮子 宋徽宗見到這樣就沒辦法了 唉 嘆一口氣 拿起筆 染過蜜 就問煙青說 啊 對了 寡人都不記得文卿家 你叫什麼名 啊 草民叫煙青啊 於是 宋徽宗就在王子上面寫了行字 神消玉虎 真主酸和與是 虛靜道軍皇帝 特赦煙青本身一應無罪 學思衙門 一律不許觸拿盤問 寫完之後 就拿了自己隨身的玉璽出來 害了個人 這樣才將他交給煙青 煙青的正刻再次叩頭謝恩 李詩詩馬上同酒杯向皇上證酒 好 宋徽宗寫完這封詔書 他走走眉頭 想一想就說 啊 是的 兄家 既然你在梁山伯 那山上的情形 你指得仔不仔細呢 賢青就說 皇上要問梁山伯那幫人的情形 我在那裡住了三年 大大小小的事情 多數都知道了一點 嗯 那你覺得梁山伯宋 講這幫人 又是些什麼人呢 嗯 草民 但有所見 但是不敢亂說 然後得罪陛下 是 我只是想知道真實的情形 你有什麼話就不怕說 至於如果說話之中有些衝撞之意的 人的一樂 謝你無罪 是 既然陛下這樣問 草民就照著說 其實我在山上住了這麼久 我看宋公這幫人 應該都不是壞人 來的 他們在山上住了不幸王旗 還寫著 替天行道四個大字 又寫了個中義堂 平時山大之中有什麼大事 宋公的首先說 我們要為忠義之心 要有替天行道之意 千萬不要違反你這兩條 聽說 梁山伯聚集了這麼多人 他們一直都沒有參州戰府 也都不會去妖害梁民 即是打聽到 這個為父不仁的土豪劣身 或者是那些貪妝枉法的貪官污吏 這樣才落身攻打他們 平時只要知道這個人觀星好 或者是忠孝志義的平民 他們就只有多方的幫忙周濟 絕對不會侵擾他們 宋公經常都跟那些兄弟說 我們之所以聚集梁山 各有各的原因 大多數都是被貪官所迫 酷利所害 但是現在梁山伯我們 都是暫時起身的 希望有一天 能夠得到天子聖名 招安我們 這樣我們就一定要盡心為國出力 到時候立些功勞 駁回風妻任子 這樣才是正路 所以梁山上下 天天都盼望著 能夠足一得到朝廷的招安 聽你這樣說 梁山伯這幫人不單止是賊 反而一直都忠心愛國的義士 其實梁山伯人人都有這樣的心 想說朝廷出力的陛下 但既然是這樣 寡人前兩支派人去幹召朝安 為何他們不單止不接受 不肯歸行 第一次聽說 聽說還扯睡了寡人的詔書 第二次 連宣讀招安聖子的天使官都射殺了 這樣 和宋邦經常掛在口邊的說話 不是很不相符嗎 陛下 這兩件事發生的時候 草民都在梁山伯上面 這件事知道為何清二楚律 是這樣的 第一次招安 詔書上面 又沒有寫到什麼附宿招行的說話 而且跟著陰差去的那兩個人 一個叫做黎如厚 一個叫做張幹瓣 是蔡經高球派來的人 這兩個人 他們就好像自己 以為自己比陰差更大那樣 指手挖腳 說一些不等的說話 激怒了大家 還有 又把本來的禦酒 換成了村酒 所以這樣才搞出事情 第二次招安的時候 可能高球指使 天使官特意把詔書 他評論委唸錯 說什麼 除了宋剛 盧俊義等 大小人等 所犯個案 都一起赦免 所以梁山伯那邊 就以為官府這邊有鬼計 是成績想殺出宋剛 然後再對他們不利 所以又是因為這樣的事 搞到這次招安就招不醒 既然招安不成 官府當然也派人來施殺 那個同書物 帶著十萬大兵來梁山伯 殺了兩陣 在梁山伯打到他們片甲不留 十萬軍馬就選了一本 後來 賢瑞府的高太衛 又帶著大軍來徵招梁山 兼甲還驅趕了四周圍 很多造船的工匠收造戰船 接著梁山伯連戰三陣 一大敗歸書 水軍全席 全部都被梁山伯俘虜了 連他自己都被人會捉上山 在山上他當著大家面 說自己聽到梁山伯的心意 知道錯了 如果回來京城 一定要向皇上品咎 讓梁山伯早日得到招安召書 大家就重回正途 那他才被人放回來 而且他為了取信宋綱 當日還帶梁山伯的兩人回來 又留了文文章文參謀 在那裡做抵押 而且願請將梁山伯和官軍連場施殺的事情 長長細細地說一次 宋維中聽完不敢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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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寶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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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不可以再指揮作戰 所以才暫時收兵回來 原來他們打了這麼多敗仗 浪費了國家這麼多的錢量 居然都敢瞞著寡人 真是全神五國 全神五國 李詩詩旁堅又說 陛下你都不用這麼生氣了 你雖然是聖明天子 但是住在九重皇宮裡面 所以才被那些奸臣閉塞延路 唉 今天知道真相 那你總算不幸運 這個時候聽到打耕聲 已經是疑耕天 那道軍皇帝心情煩悶 連帶了幾個陷路 燕青就醒了 立刻告辭出去 這個時候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接下來就要看李詩詩的功力 還有自己還要去宿原警宿泰衛那裡再統關節 他也合了休息 宋輝忠和李詩詩兩個 上了床同床共枕 昨晚李詩詩更加加以服侍 到了吳靠天 宋輝忠就聽到皇門官叫門 就和他一起將地道回到皇宮 燕青那天也一早起床 就說自己還有事未做完 告別了李媽媽 就馬上回到客店裡 將昨晚遇到天子的經過 一一跟大宗說了 大宗聽到都很高興 幸好兄弟住了一晚 原來遇到這麼幸運的事 現在這邊做完事了 我想如果再去宿泰衛家 我們這旁就真是大功告成了 燕青點一鏡頭 兩人吃完早飯 又拿了大包袱的金銀珠寶 然後拿著文幻章的書筍 就向著宿泰衛府中的結婚而去 在路上 文正的方向 很容易找到宿泰衛的家 又怎知道那位宿原警呢 是宋輝忠的寵臣之一來的 宋輝忠一想起有什麼私慶話義 就會叫他一起聊天商量了 所以今天早朝之後 宿泰衛又陪了皇上大半人 就這樣才回來 到了下午 宿泰衛的橋就來回到家門口的時候 燕青和大宗就聽到街坊跟他們說 那頂橋就是泰衛來了 這樣燕青就對大宗說 阿哥 你現在在衙門等一會兒 我自己去見泰衛 說完之後 他三步加上兩步 就來到一束錦衣小橋前邊 燕青當街跪下 小人煙某 有一位泰衛的故人 托小人拿書信來呈獻給泰衛 宿原警聽到 就說 叫他跟上來 跟著頂橋就抬到家裡 宿原警就叫燕青 過來堂前問說 燕青就來到大堂前面再次跪下 宿泰衛問他說 你是哪處的人士啊 是哪個躺起送信來的呢 燕青就回答他說 小人在山東而來 現在有一封文參謀的書信 要呈獻給泰衛 哪個文參謀啊 燕青就在三島裏面 拿出那封書信 遞了上去 宿泰衛看一看封皮 哦 原來自己小時候的同窗好有文文章 於是馬上就打書信一看 哎呀 整空信看完 宿泰衛真的坐著一身冷汗 原來書信裏面 文文章把自己當時怎樣被人推薦 提到高泰衛的軍前效力 官拜參謀 後來 報求怎樣自己的光碧自用 連戴了三次大拜上 自選了好多人馬 連自己帶了文文章 他們一班將領 都被梁山伯促著俘虜 後來宋綱怎樣誠心求狠 希望托高泰衛的口 奔袖天子 說梁山伯好 希望得道治安等等的事情 全部都寫在封信上 縮完整看完封信 哎呀 我當時聽到高泰衛回來 我因為自己病 所以收軍回潮 都覺得有點疑心 不是這樣合理 但是怎麼都猜不到 原來他打了這麼多大獎 還被人捉了上梁山伯 經過他自己又騙又騙 才被人放回來 哎呀 那他真是喪屍欲搏 文文章現在還在梁山伯做人知 那這個羅信伯又是誰呢 是 你們大家退下 他那些家人全部退了出去 然後問 你究竟是誰啊 燕青就說 小人是梁山伯的浪子燕青 太衛你還記不記得呢 在華州是天子降響的時候 我曾經去服侍過太衛 不知道太衛是不是不記得呢 我們宋光阿哥一直都掛著太衛 你們有些禮物 是阿哥託我來送給太衛 遼表他全心 而且每日 我們阿哥都希望能得到太衛相召 能得朝廷朝安 如果欣賞 可以找機會向天子奏琴這件事 那梁山伯上上下下 都感激欣賞的大恩大德 唉 只要送過這封信 我現在就馬上回去的了 啊 這樣啊 其實在朝堂之中 老夫都曾經有個動議 我覺得你們心懷中意 如果能是朝安 那朝廷多了一班兩張 其實都算是一舉兩德 只不過幾次都被高球 蔡太師他們阻撓這件事 好了好了 這些事我先收下 這件事讓我仔細想想 然後再看能否辦得 於是 蔡太師馬上告辭出去 回去回合大宗之後 蔡太師就說 阿哥叫我們來精神辦三箭史 現在這兩箭呢 應該都有點著力了 第三箭 就要救出洛羅和消仰兩個 但是他們兩個現在 在高球軟禁在虎弟之中 又出不來 我們怎麼救他們好呢 嗯 大宗想一想就說 我們依然扮成開豐府的官差 去高太衛的虎弟前面巡下 如果撞到他裏面有人出來 我們可以送些金銀珠寶賄露一下他 得到他方便 能夠見到洛羅蕭仰其中一個 通了消息 這樣就有辦法救他們 兩人於是換回官差的裝束 又各自帶了一包金銀 經過太平橋 在賤稅府衙門附近走來走去 希望找機會 能夠見到高球苦中的人 過了一陣 見到虎弟裏面 一個看上去 年紀輕輕的魚猴走出來 現在想 這個人年紀這麼輕 恐怕就比較易碰些 而且看他做這個魚猴 應該都不是做得多久 恐怕還要巴結很多人 肯定更加貪錢 於是他立刻走出來 向他走一個禮 就說 哎呀你說阿哥 請你借一部請客來 魚猴見到這樣就問他 嗯? 你是什麼人啊? 哈哈哈哈 哦 我找你有些好事的 請到前陣的茶館那裏 大家喝杯茶請一下 於是 賤政就非常熱情地 將他請到前陣的茶館裏面 和大宗相見 大家一起坐下喝茶 喝過幾杯茶之後 賤政就說 魚猴啊 實不相瞞 前那次 太衛在梁山坡帶了兩個人回來 一個叫做鐵趙子樂我 一個叫做聖手書生蕭陽 他兩個人啊 是我們的親戚來的 我和這個阿哥很想見他們一遍 所以就想求一下魚猴 可不可以幫我忙 哎呀 你們兩個說什麼啊 哎呀 這些說話再也不要提了 未必這樣的勾當 誰敢做啊 不行不行 哎呀告辭告辭 一說到這裡 魚猴站起來就要走了 大宗就按住他 在三袋裏面 拿了一定大銀出來 足足有五六十兩的 他放在一張桌上說 我們都知道規矩的 也不敢呢 要國下做些麻煩的事 我只是想見樂欣賢 就算你進去太衛府見他都行 那些銀呢 就是想送給兄弟你 當手行個方便的 他如後一見到那些銀 嘩 對眼你真是放光 所謂紅利動人心 當同什麼都不記得了 啊 啊 是 是 店稅的確帶了兩個人回來的 不過他下個命令 說要他們兩個站在後花園那裏洩宿 日夜的供應酒食住宿的 只不過就不讓他們出到後花園一步 嗯 那 那 我可以安排你和他見一面的 不過 聽完後就馬上去走 他也不能夠出來的 你如果不失信呢 那 那就有商量 你不如給我一頂銀 當然 當然 這頂銀是給你喝茶的 如果你幫我辦成這件事 之後 我們再有多謝 各位 如果之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